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在布局文件中使用sliding menu啊 下面这里呢是有一个布局的这个布局文件里面的内容是吧 那首先你要在你的这个布局文件的指定的位置引用这个sliding menu这个标签是吧 然后呢呃这是他的这个命名空间 都是一样了然后给个id叫sliding menu layout这个宽高对吧 然后这个背景颜色这是我们的这个偏移量吧 偏移量是零的话呢就整个全屏的了 这个score case呢就是我们是刚才说的这个射程一的话 它就会跟着移动啊射程零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fatter degree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渐变是吧渐变从零到一 然后这个是指的是启动渐变啊 fatter enable 就是是不是可以渐变是处是吗 写上是这样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task model enable 就是是不是全屏触摸还是边界触摸 然后后面的是有个view enable就是在哪个 视图就是你要显示的这个sliding menu要显示的这个视图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一个过程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文件是可以粘过来啊 比如说我们在哪个位置呢 在这儿我们再新建一个吧 好吧 新建一个activity 新建activity叫做3可以吧 activity3它作为我们的这个启动向啊 好在这个启动向里面呃 manifest里面可能要改一下吧 在这儿改一下啊 把它注视掉 然后这个activity呢继承呢 我们就给它继承 action action by activity吧 跟我们之前一样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嗯 ok action by activity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布局文件里面 现在我们看指定位置上去 放这个菜单是吧 嗯 指定位置上去放这个菜单 你看你看把这个菜单这样的给放过来 但我直接考过来以后它是有这种 把这个行号呢也一并也弄过来了 对吧 你把它删一下啊 少了一s ok 然后把这些属性呢就放进去 然后这边看到我们还有一个是 全屏的方式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布局文件 你要显示的那个布局文件 对吧 嗯 当然到这个后面呢也有 也有这个问题 这些可能都是有问题的对吧 对 是不是应该是中文的这个空格啊 站过来以后它是 有一些问题 好 ok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拧了料把它去掉吧 是不是没有你了 嗯 就没有你了 然后呢这是ID 然后这边这个我们可以使用我们 呃 之前写的那个行不行 之前写的那个叫manual layout 是吧 嗯 就叫manual layout 或者你自己再放一个进去也可以 是不是 再放一个你也可以 好 那么 这里 加完了以后 你看你就直接可以去使用 啊 直接可以去使用了 我现在启动的是man3吗 是不是man3 是 是吧 嗯 是man3就可以了 ok 你看它直接就是 呃 就这么点是吧 嗯 你看一下 这个屏幕 它就直接显示在这个指定的这个位置上了 对不对 指定位置上 哎 我这个显示的这里面应该是没有 在 man3啊 这个位置 那么它的这个宽高我们是不是给它指指定了 因为刚才在这指定的这个这个宽度我们可以改成match 对吧 这个高度呢也可以改成match这样的话它是不是是比较大 比较大 比较大 然后它的这个偏移量我们可以给它设置成 100 是吧 嗯 设成100 这样的话呢就跟我们前面的那个效果就有点差不多了 对吧 嗯 那通常情况下呢可能你用代码的方式呢可能更更加的怎么样 更直接一些 是吧 嗯 用代码方式更直接一些你看啊 好现在是这么大了你看我滑动 哎可以滑回来是吧 看到没有 嗯 看到这个这个屏幕效果了吧 嗯 就是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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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这样一个效果 当然这个为什么还有边呢 因为这个边是因为我们上面这里面有这个边是吧 嗯 是不是有一个16啊 嗯 有16啊 这个边他默认他就先显示这个菜单了再来一次 嗯 对吧 之前菜单然后再滑过来再没有 这是用这个布局文件的方式来去实现的 嗯 可能比较常用通常写的话可能直接用代码 嗯 直接用这个代码来写的可能 方式还 呃 这种应用方式还是比较多 OK 嗯 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 是吧 还有一个第六个就是设置sliding menu里面 你可以设置他左右侧滑的菜单 左右侧滑就是左边可以滑 右边也可以滑是吧 嗯 右边也可以出菜单出来 嗯 呃我这里没有装QQ啊 如果有这个装QQ好像就是有这样的效果 你左边可以滑出菜单来 右边呢也可以滑出一个设置的这个菜单 是吧 嗯 那实际上呢只要在你这个设置菜单的时候加两个 这个呃属性就可以了 呃第一个把这个model改成left right 是吧 left right 啊 假设说 我现在还得回到第二个 第二个选项里面来啊 第二个选项里面来 假设说我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给他加上side model 为什么呢 为这个叫sliding这个left right 是吧 嗯 left right两个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你设置的时候 看啊 menu里面你可以设置一个叫做second second second menu 就是第二个这个试图的菜单是什么 嗯 对不对 第二个试图菜单 那第二个试图菜单里面呢 你实际上同样的你也可以再创建一个吧 那我这呢 同时复制一个行不行啊 叫做2 嗯 复制一个2 然后这个菜单呢 嗯 可能是要改一下吧 这边怎么设计你看这个试图怎么设计呢 都是你自己来定的 明白了吧 都是你自己来去确确定了 我这只是测试 所以说呢 没有设计的太漂亮啊 类要的不是太漂亮 简直就是比较丑的吧 OK 然后走 我们来看一下 哎 我们这里还没还没还没改呢 嗯 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 Main to activity把它打开 是吧 嗯 好的 打开 我们的这个 屏幕啊 你看现在我阻滑 没有问题吧 阻滑你看打开这个设置现象 然后呢 拉过来以后还可以进行右滑 看到没有 嗯 右边也能滑出这个菜单出来 是吧 那你就看你这个菜单像的这个 这个大小来看了啊 我们现在是还是比较大的呗 嗯 给你滑出来 然后设置这个菜单 那通常这个做法的话呢 在实际应用当中啊 我们后面再讲这个实际项目的时候呢 可能会用到这样一个组件 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activity里面写的话 就直接使用flagment activity 知道吗 flagment 就我在整个程序当中 我可能只是 主的activity 就只需要 就需要一个 然后其他的呢 都是用flagment 明白了吧 其他都flagment进行替换 这样的话呢 我在任何一个这个界面上 都可以进行滑动这个菜单 而不需要把这个菜单附加到所有的activity上 有一些单独的activity 我可能就不需要加这个滑动菜单的 对吧 只要它退回来 回到我们的主activity 我就可以进行滑动了 因为这个activity 我用flagment来做的 然后页面之间的切换 都是flagment的 实际上它都是在同一个activity里面 是吧 就这么来去加入我们的这个 测滑菜单 好吧 OK 那么这个测滑菜单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内容 这六点就给大家讲这么多了 那么大家下去以后呢 可以把这个sliding menu 集成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项目里面去 程序里面去 然后呢 把它做得稍微更好看一点 我真的只是讲解了一下它基本的一个使用 所以呢 没有 从美观的角度的去考虑它 后面我们做项目的时候 你会用到这样一个sliding menu这个组件 OK 好的 那我们这个sliding menu这个组件呢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嗯好 那我们这期课先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也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我们就下节课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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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